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由于阳为您播讲 请听第584集 习贼大军有存 吕公柱立声道 此辈不足虑 中国胜于西北二卢者不在军力而在国力 丁口税负物产皆是远远过之 两国相争若是争夺边地就是军力之争 如若是灭国之战那比拼的则是国力 此孙子之中十敌一中当物二十中的本意所在 赵须吕慧卿都被韩刚的话沉思起来 原将盯着韩刚不知在想些什么 王规则是在看着眼神越发严厉的吕公柱 嘴角含笑 韩刚至少不是站在吕公柱那一边 韩刚朗声说道 春秋五月相争 越国军力远不及吴国 越王勾建卧心长胆 十年生俱 十年教训 女子时期不嫁 父母有罪言 此乃后知国力 献美人又夫差修公事 消耗的是吴国国力 以主书的道种 匡骗吴国耕种同样是在削弱吴国国力 最后一举灭吴 岂只是因为夫差率吴兵北上会盟 国内空虚之故啊 韩清言之有理 赵须第一个点头 国力论乃是投其所好 明大宋毕生二卢之音 听得他心中欣喜难耐 自西零四年攻略横山时 西夏接连拜祭丧失失地 国失日处 其损兵折将之处远过于灵州 韩刚顺口又戳了女公注意下 他实在不喜欢这个喜谋私利 却有装得正直无私的老家伙 之前又岁线马驼三万羽辽 其国力不及十年前的一半 如今灵州城下的圣迹 不过是回光返赵而已 开战巡悦 可曾见过铁窑子出阵 与官军正面交锋 不敢欲敌国门之外 西贼虚切可见一般 自袁浩叛利之后 直至西宁之前 官军可曾有过一次 攻入西夏境内的 上兵伐谋 须知西贼奸诈 吕公柱伙计上来了 与韩刚针锋相对 当初他可是为了费心法 动摇赵须的意志 敢说韩旗有心清测 从季谦至袁浩 吾不是教华之辈 三川口好水川那一战 不是西贼 是狡计而得胜 灵州之败 更是最新的例证 高尊玉描寿皆为一时名将 西贼决堤 却都没有发泄 敢问淑密 若官军再至灵州城下 西夏还有何地可觉否 官军岂会再给他们这个机会 没有了矫技 区区区西贼如何能抗拒天兵 韩刚笑了一下 矫技乃是力不能敌时的无奈之举 人言胡姓多角 但狐狸安可与虎豹相争 虎豹在山 又何须矫技啊 韩清国立之说 对朕深有启发 赵虚不想再听二人在场 只想听一听如何挽回西北战局的方法 不知韩清对眼下局势有何方略 尽请直言 官军旧年曾一举灭亡交旨 收复汉唐故地 不过西夏不是交旨 疆域是其五倍 军力是其十倍 想一举攻去西夏 以臣官知直如登天 但一步步的蚕食 十数年内西夏必亡 这也是为什么横山一曲 灵州难得的缘故 将西贼逼入官军预定的战场 则官军必胜 如果是深入西贼预先划定的战场 则官军威仪 这是韩刚一直以来的见解 至今未变 如今除靖元还庆两路之外 其余四路都未有大的损伤 如果稳扎稳打 假以时日 足以将西贼碾碎 纵然间或有小错 只要胜时在我 西贼便无法扭转最终覆灭的结局 此乃战胜于庙堂之法 韩刚化身刚落 吕慧卿就差点要笑出声来 但很快有感慨起来 说来说去 韩刚其实就又绕回了他这几个月来 一直主张的对下战略 缓禁 蚕食 哪里是帮着赵须和王规说话 分明是在炫耀自己的先明之见 王规和赵须也全然明白了 不管他们多想得到灵州 到最后也只能转回来 按照韩刚的计划来行事 究竟打算怎么做 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了赵须 韩刚兜兜转转 终于还是绕了回来 稳扎稳打 缓攻心灵 韩刚站前的建议 在战败后又被重新提上了台面 而曾经拒绝了这份建议的自己 又会在外面落到什么样的评价呢 酝酿在赵须心中的情绪 悔恨 愤怒 羞恼 混杂在一起 一点点的沸腾起来 空气的从政殿上 坚持己见的年轻臣子 垂着双眼 摆出一副千功姿态 一盆盆冷水 却浇了上来 不知韩庆的心中 可有具体的方略啊 赵须忍下一时之气 向韩刚垂寻 具体的方略 当征询领军将帅的意见 方略可以在朝堂上议论的 但具体的战略战术 还得让精兵强将去处置 不过以沉振于见 最好暂时将傅延军的兵力收缩回来 保住下周银州一线 河东军也暂且退回到弥陀洞北上 其他军中都放弃 延州 有州都已经在官军的手中了 王规立刻出声反对 可知延州的清白延迟有多少是西夏国中所用呢 有多少是通过回忆来赚钱 怎么能救死送还给西贼呢 送还之前毁掉就是了 去向问问老延公 看看他们有什么招数 韩刚回道 那有州呢 这么多的土地难道要送回去吗 王规质问 无方 迟早能夺回来的 有了一个立脚点 西贼才能源源不断的派兵过来 但眼下连番大战 当地存粮早已消耗殆尽 如果西贼来攻 能否越过汉海不说 就是在银下之地 也是没有粮食可以补给的 西贼只能设法速战速决 但官军稳守城池 西贼速战的下场 将会是灵州之翼 颠倒过来的结果 王规看得赵徐 深思起来的表情 便知道事情不妙 如果按照韩刚的方略 将银下保住 自己作为宰相的立场 就有问题了 天子的愿望只有一个 灭亡二卢 谁能帮他做到 他就会支持谁 至于会不会过河拆桥 那是日后的事情 为了富国强兵 天子曾经对王安石言听计从 如今灵州战败 只要能挽回现如今的颓势 终究还是会听从韩刚的意见 河东怎么办 王规终于寻到了一个借口 这是他之前绝不会去做的 燕门关没有那么容易攻破 尤其是在官军已经提高戒备的情况下 韩刚回道 要不然之前也不会那么放心 让李宪领兵参与进攻去西夏 赵须终于还是被说服了 他的目的就是灭亡西夏 韩刚的方略虽然缓慢 但终究还是往那个方向去的 就依韩清之言 韩刚心情一松 终于还是控制了最后的战局 这样一来 至少能帮从恶一把 否则权衡之后下令退兵 从恶一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 虽然为此开罪了天子 但等到成功的时候 这点怨气很容易就能被化解掉 从前一日的早朝开始 朝臣们就在私下里 议论天子对灵州之败 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是退兵呢 还是继续下去 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有人认为天子会选择坚持到底 继续打下去 但也有人认为 在契丹人虎视眈眈的情况下 赢了还能继续 输了就只有撤兵意图了 而到了最后 从梁府和学士院中传出来的消息 算是在情理之中 也有几人料中了 但还是有人感叹 终究还是韩刚赢了 的确是韩刚赢了 利用灵州之败 韩刚再一次宣告了 他对西北战事的权威 与西北战局有关的问题 眼下的朝堂只有向韩刚咨询 普宗梦很清楚 韩刚在西北战事上的权威 但当他听说了 韩刚在从政殿上 究竟是怎么对天子说话的时候 却忍不住爆发式的狂笑起来 韩刚一世聪明 偶尔糊涂起来 却能要命 只要推上一把 或是露几点火星 便能让韩刚就此一蹶不振 普宗梦今日正在重政殿中撰写诏令 却恰好有一封是给河北郭奎的 他是一个急性子 便闲闲的添了一笔 赞他有先见之名 料敌官己 如诸诏归卜 君民共服 郭奎和韩刚当初同论 不当急功灵州 普宗梦特地将这一点给点出来 当然不是为了说郭奎的好话 相装武剑 本就是意在配功 当然 这话说得很隐晦 不是心有定见 是看不出来的 但足以在天子心中 定下一根钉子 日后再一步一步来 不管能力如何 开罪了天子 让皇帝心生戒弟 才能再高 也在朝中待不下去 韩刚就是 自视太高了 要不然也不会干脆了当的 让天子下不了台 普宗梦将草好的几封诏令 送了上去 等着天子的评判 赵须翻着普宗梦 刚刚写好的文字 突然间就停住了 半天也不见洞上一下 普宗梦没有得到 他想得到的反应 照理说 稍稍看过就牵牙 才是正常的情况 自家的私心 这时候应该看不出来 才对 心存犹豫 随偷眼看去 却正对上一双冰冷的毛子 赵须从上而下的眼神 仿佛是极北寒冰 从嘴里挤出的话 更是冷得如同寒流一般 朕看起来就那么像袁韶吗 普宗梦张口结舌 他想不通 整件事不知怎么跟袁韶有了牵扯 天子到底看没看明白 自己厉透纸背的用心呢 一身冷汗的从从政殿中出来 跨出殿门太阳一照 竟然一阵头晕目眩 双腿如同得了疟疾一般 抖个不停 他心中黄火不安 更是满头雾水 天子替袁绍做什么 又不是诸子征卫 异于丽幼子的情况 难道 普宗梦呼得一念闪过 顿时心头一计 跨进学士院中 他勉强将神色恢复正常 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随手招来一名小利吩咐道 去找不三国志过来 学士院中藏书甚多 汉林学士们撰写诏书时时常都要检查典故 用得对错与否 没过多久 六十余卷的三国志便被全数搬来 国子尖版的史书在外面都是论贯卖 不论刻板印刷还是纸张装钉都是第一流的 质量远比东京杭州印书坊的版本要好 更不用提以粗制滥造著称的福建版 哪一个读书人买回去不是小心翼翼的珍藏起来 读书时更是轻拿轻放 唯恐损了纸业 但普宗梦挥退了班书的小力之后 却是从一堆书中一本本的捡起来 哗啦哗啦的急速翻看 寻找自己的目标 毫不在意书册是否会在粗暴的动作下被损坏 从未至中找出了元韶传 普宗梦还没有翻上两页 脸上最后一点血色就都退了个干净 果然是这一条 一卷书从手上掉落下来 书页书展 几行正文暴露在阳光下 韶军击败 或为封曰 君必见重 封曰 若君有力 武必权 今君败 武其死意 韶环 为左右曰 武不用田封言 果为所孝 随杀旨 普宗梦愣愣地坐了半天 听到院中的声音 才一下惊醒过来 不过他心中终究还是有着几份侥幸 从亲信中挑了一个办事得力的 却打听一下 最近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发生了 亲信派出去了 普宗梦等着他的回复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 或许 这仅仅是天子随口的话而已 普宗梦抱着三分期盼 幻想着事情能如他所料的情况发展 一个下午都无心做事 在他的案头上堆满了亟待处理的公文 效率慢到 已经可以说普宗梦是失未速参的地步 派出去的亲信 到了普宗梦 散职时都没有回来 一直到了深夜 他方才悄然回到了普宗梦家中 到了被找到的一家之主面前 他就低声道 学士 好像有些不对 灵州兵败的消息 已经在京城里面传开了 都在议论此事 不过外面 现在也在议论 还关押在台狱中的 苏执史的案子 怎么议论呢 普宗梦连忙追问 亲信道 外面传言说 朝廷出兵前 苏执史曾经说过此番用兵必败 所以饿了天子 被关进台狱 现在果真战败 天子无言见他 据说已经要降旨将其赐死了 这不正是元韶田丰的故事吗 普宗梦手足兵了 不过改个人名而已 根本是一模一样 难怪天子会质问自己的用心 元韶田丰的故事 套在苏氏身上 还有点勉强 套在韩刚身上 却是正合适 黄承司可不是笼子瞎子 传言必定早已传到了天子耳中 正是为此而恼火的时候 自己的话 却让天子产生了不该有的联想 完了 完了 想透了一切的普宗梦 如同五雷轰顶 自己竟然在天子面前 成了尽献谗言的小人 这是普宗梦 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纵然实情没差太多 但谁也不会愿意自己跟小人扯上关系 一旦奸臣的形象在天子心目中留下了根 日后便会是麻烦不断 这个罪名可以说是毁了自己多年的努力 恰到好处的一道谎言 将自己拍翻在即 让自己连脱身的机会都没有 这究竟是谁传出来的 普宗梦声嘶力接着大吼 从窗口传出 转瞬间就散入了夜空 如同五雷轰顶 苏氏看着眼前排得整整齐齐的鱼炸 手脚冰冷 脑中一片空白 呆愣愣的半天都没有动弹 苏知识 还是快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提着食盒进来的小丽 温声劝着苏氏 监管台狱的丽媛 对任何一位近视出身的官员 都是彬彬有礼 尽管现在成了节下囚 但一两年后就翻身的例子不胜美举 谁会给自己日后找麻烦呢 但苏氏完全没有听到小丽到底在说些什么 脑中嗡嗡的直叫 人犯在台狱中的饮食一向由家人负责 在入狱前苏氏跟儿子苏迈约定好 平常送饭送菜 只送菜书和朱扬家禽 但当朝廷定罪 且是死罪的时候 就改送鱼 虽然改变不了什么 但至少能有个心理准备 虽然一直都有不好的预感 下雨之后就被问五代以来 可有世书铁券 死囚才会问五代 他最只问三代 但事到临头 苏氏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自以为是的从容 哪里还有心去吃饭呢 苏氏摇摇晃晃的来到狱中一角的小桌旁 桌上笔墨指烟俱全 这是为了让他写字公状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质天下》第584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质天下》第585集 《载质天下》第5集 《载质天下》第5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